大家好 今天阿嬷要来煮这个肉燥 这个肉燥搅饭搅面都很好吃 那我买了两种的部位 三层肉的前面的比较火一点的那个部位 它这个是那个梅花肉切丝 一直炒 炒到它这个油都全部炒干 这不用加油 因为这里头它等一下油就很多了 这个是在炒的时间比较费一点时间 是中小火就好了 加一些梅花肉 因为你太回了也不好吃啊 没有回也不好吃 所以我就买了这样两种 那现在要把这个先把油逼干 炒到这个程度 把那个回的油 全部的油都给它折出来 肉燥就是你这个关键要弄好 回的地方你一定要给它炒到像这样 没有这种白白回回的 炒那个糖色 这样的话 煮起来的肉燥比较漂亮 然后酱油也不用那么多 我或许有让蒜 蒜给它放进去 蒜头 我们这个倒进去 哇 好香喔 放一点那个五香粉 看你们的东西多少 排放多少 好 统统释放进去 统统释放进去 猪肉 我们加200克的酱油 200克啦 200克不是200克喔 好 这顿煮起来是很好吃的 加水 水要加到M-more汤 好 就这样 M-more到超过一点点 这时候你们喜欢吃这个汤汁的话 你们的汤可以多一点的关系 多一点的时候你们就再加盐巴嘛 加盐巴的时候你们自己再试看看 现在要等到它这个水滚 再关小火让它慢慢煮 现在就要用这个 在这边瓦斯里头 慢慢小火慢慢让它煮 煮了一两个小时 有的人都说就有拿到那个快锅里头去煮 快锅煮的是很快暖 但是那个香味完全不同 吃起来只是暖 它不香 还是不能着急 要慢慢的让它熬 真的是要慢慢的让它熬 原本这个猪皮啊 我看它很漂亮 我就给它买回来 先给它弄酱油融起来 那刚好今天要煮这个 它全部都是瘦的比较多 所以我会放着猪皮下去 这样胶脂比较多 这个汤汁也会很好吃 有的是厂商是不用钱的 有的是会要钱的 那就漂亮 比较厚一点的猪皮 我就给它买一些回来 我们现在就要把盖子盖起来 让它去熬了 但是你们在熬的中间 你们还是要来炒 这样子给它翻炒一下 我已经两个小时了 那哈妈看到这个卤汁这么好吃 迫不及待 赶快去煮几个蛋来卤 那你们要卤蛋也可以 你看这个猪皮 都煮成这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要收汁了 开大盒给它收汁就要 就差不多了 开大盒差不多给它开了五分钟 我要给它没有那个水分 它才会香 它这个泡泡很大的时候 就是水分还有很多 等到那个泡泡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水分就没有了 吃完之后我们就完成了 阿妈把这个肉造煮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 卤汁看起来很好吃 我就再给它加个蛋下去 不加觉得怪怪的 你们要加蛋也可以 加豆干也可以 那你们加的时候 你们要注意那个咸度 你要加东西 当然会比较稀释掉 阿妈有放一点点盐巴 你们自己调味看 你们的咸度是怎么样 订阅宣宣大杂会 那阿妈就会 比如说我们要煮 我们家要煮什么 我就马上会分享给你们 让你们学习 而且订阅也不用钱 就是一种给阿妈鼓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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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俺们 我们 黑